前不久,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和合作企业联合研发的新冠疫苗获批紧急使用,成为国际首个获批临床使用的新冠病毒重组亚单位蛋白疫苗。 近日,微生物所研究员戴连潘接受中心社独家专访表示,从一二期临床试验数据来看,该款新冠疫苗的安全性、有效性和持久性都有较好表现。 戴连潘介绍,新冠病毒重组亚单位蛋白疫苗是取病毒上最有效作用于人体的部分,生产而成。 戴连潘表示,该款疫苗已完成的临床试验中,观察到的绝大部分不良反应都在轻度或者轻中度,没有疫苗相关的严重不良反应。 最主要的一些不良反应呢,可能就是像红肿啊,接种部位的疼痛啊,接种部位的疼痛啊,以及还有少量的人有一些低烧啊,但这些都是我们疫苗所预期的一些不良反应,而且基本上都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它就会自动的消退的一个反应。 此外,在免疫元性方面,新冠病毒重组亚单位蛋白疫苗也在临床试验中有着良好表现。 戴连潘告诉记者,在该款疫苗的临床试验中,也开展了面向60岁以上老龄组的临床试验,安全性、有效性数据同样良好,因此此次获批紧急使用, 面向包含老年人在内的18岁以上人群。 戴连潘指出,重组蛋白技术路线在乙肝、带状暴疹等疾病的疫苗中都有使用,技术成熟,其最为突出的优势便是产量高。 它的成分比较简单,产量比较高,而且生产也比较安全,可以在普通的不需要生物安全等级的工厂来能够进行生产。 我们的生产企业他们那边的生产的产能目前能到三个亿,那么现在原液也能到十个亿。 据介绍,新冠病毒重组亚单位蛋白疫苗接种程序为三针,间隔一个月。 对此,戴连潘介绍,两针已经可以产生仅略低于康复患者血清的综合抗体水平。 但经过三针接种后,不仅综合抗体水平再翻倍,免疫效果也更加持久。 对于新冠病毒的变异,戴连潘表示,该款疫苗曾经针对南非变异株做了试验,发现虽然效果有轻微下降,但仍保持了大部分有效抗体水平。 他介绍,未来还将设计更加广谱保护的疫苗。 针对那些未知的可能产生的一些变异,我们有没有可能设计一些更加广谱保护的,更加通用的一些疫苗? 这个也是我们现在正在研究的一个课题。 理论上现在也有一些国际上的报道,我们自己的初步的一些研究都显示,还是有这种潜力的可能性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